朋友们好 我就马爱国 2024年4月14号 上午那期视频呢 闹了俩乌龙 一个呢是发生在悉尼商场里的行凶事件 是一个精神病砍死了六个人 所以当地警方把这件事不定义为爆恐袭击 也是有自己的原因吧 这是好多身在悉尼身在澳大利亚的朋友给我留言 因为我这能看到的还是 因为那期视频录的还是早了一点 再晚个俩小时 这俩乌龙应该都闹不了 就会有更多更新的消息出来 那么第二个乌龙呢 就是关于伊朗的这次袭击 你看我录视频的时候 伊朗的无人机已经出发了 我在剪视频配文字的时候 大概要剪将近一个小时 伊朗的无人机就已经 飞到了伊拉克的境内 等我把视频传完 大概有个半小时 再公开发布 这个时候 伊朗的无人机还差一个小时 就抵达以色列的范围之内 再之后才是伊朗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 那么整个这个事 上午那期视频老王还说 哎呀如果伊朗真的发动大规模的袭击 无差别的袭击 然后美国再介入的话 这中东不就彻底打起来了吗 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就来了吗 但是那期视频上传之后的一个多小时 我还一直在关注这个事 一直到下午我连午觉都没睡 然后呢 等到了一个伊朗在联合国的代表发布的消息 啥消息啊 本次袭击已经结束 这有点太耍人了 是吧 把全世界当猴耍一样 你伊朗也有这么不厚道的一面 好像伊朗从来没厚道过 你看4月1日 伊朗驻叙利亚的大使馆被以色列袭击 然后呢 伊朗宣布要报复 今天是几号了 4月14号 从4月13号 昨天就开始喊我要打了 我跟美国已经通气了 我跟以色列这边也喊话了 然后我要打了 我要打了 我要打了 把这个情绪活活拔到了上头的程度 然后呢 无人机出发了 无人机飞的速度可是不太快 前后飞了将近4个小时时间 才飞到了以色列的边境 那这4个小时时间在干嘛呀 我感觉这场袭击表演的意味 远远大于实际的意味 它不需要袭击造成什么样的结果 也并没有想给以色列造成任何的损失 都别说伤亡了 它就是在告诉全世界 或者呢 感觉它在向国内演戏的这个成分更高 哎 这事就特别像当年啊 美国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 那事发生之后 哎 你看看中国的官方开始煽动 是吧 中国的民粹 中国的脑残 小粉红们 哎 这个情绪一点一点的高昂 高亢 是吧 也上头了 又是抗议 又是游行 又是各种反美集会的 但是 国家真的想打吗 国家真的能打吗 伊朗对这件事到底有没有认识呢 由此可见 伊朗对国际形势 或者对美国和以色列还是有很清楚的认识的 打是不可能真打的 但是不打是安抚不了国内人民的情绪的 那怎么办呢 哎 演一场吧 各方配合一下吧 4月1号出的事 咱们开始准备准备了活活两周时间 中间在干嘛呢 提前啊 10天告诉美国 哎 我们准备对以色列进行一场袭击 然后美国呢 马上把这个事全世界通报 告诉以色列要小心 伊朗要报复了 为什么 不就是要给以色列更多的准备时间吗 伊朗通知美国 就是要让美国告诉以色列 准备好啊 我要演戏了啊 你这不准备的话 真的炸死炸伤了太多人 对以色列造成了啊 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之后 以色列的怒火 伊朗是承受不住的 更何况以色列背后还有一美国呢 所以把这个时间 给给以色列防空准备的时间 无限延长到两周 那么两周之后 伊朗觉得 哎呀 以色列这该准备的差不多了吧 提前48小时 又跟美国打招呼 这也是美国为什么预测那么精准的原因 你看十天前美国预测的超级精准吧 两天前48小时之内 伊朗就要对以色列进行军事袭击了 准不准 其实现在看看 那就是伊朗跟美国说好的 我48小时之内 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袭击 整个这场军事袭击的战略部署是这样的 我会提前四个小时 放出大批的无人机 再之后 等无人机过了伊拉克的边境 距离以色列 还有一小时路程的时候 我要开始发射弹道导弹 大概发射多少颗 我估计都跟美国说完了 等弹道导弹发射完毕之后 我要再发射几颗战略级的巡航导弹 你告诉以色列这边啊 防好了 守住了 千万千万可不能让巡航导弹 真的掉进以色列的境内啊 这个后果很严重 是吧 以色列才是中东平头哥 惹不起的 惹翻了 那是真不好办的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结果 为什么跳着脚的喊 喊的那么大声 是吧 不单单是把美国以色列耍了个臭够啊 把全世界的媒体 全世界的目光 全吸引到中东 吸引到以色列和伊朗这个问题上 因为如果这事是真的 第三次世界大战 有可能是延过七十 但是中东的乱局就开始了 中东乱局当年啊 打成什么样 大家心里还记忆犹新啊 所以呢 这个也是伊朗真正的底气来源 上午还聊伊朗的底气哪来啊 我说那是撅屁股拜神 撅多了 屁股撅多了 就会大肠回流 大肠回流就会灌进脑子 脑子里灌进了大肠里的东西之后 那还是个人嘛 是吧 他就有自信了 他就有底气了 什么事他就敢 亲自部署 亲自指挥了 满世界的指明方向 是吧 同时还能挑动 二百斤的案子了 走十里山路 不换肩 哎呀 过了十年之后 还要把这事翻出来 为什么不换肩 因为一换肩磅 粮食就掉地上了 为了省粮食 我觉得不仅仅省粮食 这玩意还省驴 是吧 但是现在看看伊朗的底气 到底是哪来的呀 大家配合演戏呀 美国很配合 以色列准备的很充分 给你十几天的时间 以色列准备的还不充分的话 都别说是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九十的拦截率 就是给以色列十几天的准备期间 整个战略部署 战术部署 全都提前48小时通知了之后 你有一颗导弹 落入了以色列的境内 那真都不能怪伊朗了 是吧 可别怪我们伊朗打炮打的多呀 就是你们以色列 戴套戴的太少了 是吧 哎漏了 那别怪我啊 给你们十几天的准备时间 你们准备的还是不够充分 仅此而已 所以呢 这事啊 也就这么着了吧 是吧 我们期待的全世界所有的媒体 军事家 战略家 中东问题专家 国际问题专家 全都被耍了 耍得团团转 所以到最后 老王这就剩一句话 伊朗啊 真的娘的不厚道 是吧 哎当然 从这个角度讲 伊朗对以色列还是蛮厚道的啊 充满了人文的关怀 哎 那么今年的世界啊 真是大事太多了 俄乌战争还在继续 巴以冲突还在继续 什么时候以色列会退兵呢 什么时候哈马斯会释放人质呢 什么时候以色列会把哈马斯彻底绞杀干净呢 什么时候以色列的导弹会再次炸到别国境内呢 比如说躲藏着 大量哈马斯高官的卡塔尔啊 躲藏着大量哈马斯高官的 黎巴嫩贝鲁特呀 躲藏了大量哈马斯高官的伊朗啊 叙利亚呀 伊拉克呀 等等吧 是吧 我估计以色列肯定还会有接下来的斩首行动 而且一定一定是在发生在老王刚刚点到的这几个国家境内 哎 大家看着就行了 如果发生那一幕我跳楼 哈哈哈哈 你们就偷着乐吧 我本来刚好相关了 这边就是这个衣服的事情 这个衣服的帮助